台北市長蔣萬安取消了前市長柯文哲任內七點半開成會的傳統 卻成為跟白色力量之間的導火線嗎 前副市長黃珊珊透過臉書開轟 卻遭市府發言人迴搶指指點點 而民眾黨的四位市議員更是首度共同召開記者會 大轟蔣萬安許多的首長幕僚沒有就任是低配市府 更爆料了公務員的對話截圖 居然已經大喊說公務員的爽日子要來了 自從蔣市長上任之後呢 取消了成會是不是公務員的爽日子來了 蔣市府新上任民眾黨議員們再提報公務員心態 LINE對話喊出爽日子要來 還說早上主管不見人影 以前柯市府七點就看到局長 尤其北市目前衛生局長還是代理 其中一位副市長研考會主委都還沒就任 讓白色力量大轟根本低配市府 這樣子這麼低配的方式 您說您的無限是無限下限嗎 投給你的是無限希望不是無限的絕望啊 市政沒有蜜月期 台北市民要標配 蔣萬安本週更正式取消柯市府七點半成會傳統 前副市長黃珊珊臉書炮轟 成會會議紀錄成為決策依據 副級長官康澤就不會讓當初大据檔案 只有前財政局長李樹德決定零權利金 確遭判刑 當時市長還置身事外 這麼重大的決策是市長本人可以置身事外 不會覺得很詭異嗎 市長在幹什麼 他連監督都不會嗎 成會就是一個溝通型的會議 不需要把所有人的時間會議內容綁死 蔣萬安喊話堅持小綠 北市更透過發言人回嗆黃珊珊 卸任的副市長姿姿 對現任的市府團隊直指點點 前任市府標榜七點半成會 但這樣的成會方式真的有效率嗎 這完全可以凸顯出來 他們執政的傲慢 還有蔣萬安市府團隊 其實是個雙面人 可規蔣不隨 成會制度成為民眾黨團 和市府府會導火線 開議前已經炮火四射 就是我們想搞紫耀 才會不到